好了,你现在在听的是神汪第一线 希望大家帮一下点赞、订阅和分享 看看订阅状况 《汪漫片》收尾正向背沙烂器 和主持人的个人频道 希望大家也订阅 也希望大家帮一下直播节目和节目分享出去 很感谢大家的支持 好了,现在讲一下另外一件事 就是美国的经济分析师 对美国经济的预期 导致这样跌 其实就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大家对通胀的预期 其实是改变了 因为之前我也有讲很多次 人们觉得联储今年会减几次息 现在的定价就变回到今年减一次息 可能今年一次息也减不了 其实之前市场是很有信心的 通胀走低就会减六、七次息 疫情之后几年 美国通胀 就到了40年的高位 联储局经常说一件事 我们根据数据减息 只是听过很多次 其实就是 影响之后货币政策行动的 就是之前经济活动的数字 有些人当然觉得不对 因为有些东西是要预估的 美国的通胀数字 其实之前有说过 4月CPI 还比升了0.3% 比之前两个月 是0.4% 帐幅有些回落 核心CPI 这不包括食品和能源 连续三个月都是升0.4% 4月的时候 还比也降到0.3% 4月CPI同比的帐幅 就跌了到3.4% 核心CPI就跌到3.6% 这是3.6% 那 佔核心CPI 3分之1的 业主等值租金 业主等值租金 如果是业主有房子 你其实 没错 你表面上是不用付钱 自己住在自己的房子 但你有其他支出的 他计算的那条数 就是连续第三个月升了0.4% 同比升了5.8% 如果你抽出住房价格 核心服务价格同比增长 就是5.2% 其实 美国银行 Bank of America 经济分析师 就说 5.2%的涨幅和通胀 和联储 要落到2%的目标 就不一致 其实 之前我们也说过通胀报告 有些细节 其实就是 他有些数据很荒谬 为什么说有些数据很荒谬呢 他医疗保险的价钱 就跌了12% 这个价钱 就比5年前 就降了4% 这个是 他们计算出来的数 但是 这个通胀报告里面 这个数据是没有人相信的 因为医疗保险价钱 其实 你的年纪不断大 其实对一个普通人来说 他的医疗保险价钱 就是不断上升的 这个就是这样 那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数据 进入了通胀报告呢 有些是很奇怪的 他那份东西 你说整体的数据 信不信得过 百分之三点多 就是核心通胀 我觉得差不多 但是 里面有些数据是很奇怪的 之前我也有提过 还有呢 现在的经济分析师都开始转态 他就说 今年 剩下的时间 那个通胀的趋势 就不用乐观 这个就是 Bianco Research的始创人 Jim Bianco 他就说 不行了 他估计 就是 这个联储局 他用的 PCE 那个物价指数 那个通胀趋势 如果继续保持 在2024年 第四个月的水平 那么 5月的时候 那个PCE 那个同比降幅 应该是会降的 会降到 百分之 2.74% 但是呢 这个 Jim Bianco 他自己的预测 就是 5月到11月 这个核心 PCE物价指数 就同比降幅 就会上升到 百分之3.47% 那么 这个 就高过 百分之2 这个联储局的目标 那么 其实 联储局 他们之前 呢 是发布了一个 数据 他的经济 预测 预测 里面 他有 百分之2.6 这个数 这个中间数 就是百分之2.6 所以呢 现在 那些人呢 就开始 打散问号 就觉得 应该都没得减息了 这个其实 年头的时候 我已经说了 今年其实 也很难减息的 其实 那么 那么 5月 物资金大学 那个消费者信心指数 那个调查呢 就是 美国消费者 对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 是由4月的时候 那个数据 就是百分之3.2 现在呢 就升到百分之3.5 那么 这个呢 就是 比疫情前的区间高了 那么 那为什么消费者的预期 也会 就是对过通胀预期 也会高了呢 其实他们的工资也加了 就是 其实 都明白一个道理的 很多人都 就是水涨船高嘛 有些东西 你也是要 给多一点 也没办法 那么 那么 纽约联署 他上周发布的一个调查 其实这个我也有提过 就是消费者对 未来一年的通胀预期 3月的时候 就是百分之3 现在就是百分之3.3 那么 就之前也有提过 为什么要重新说一次呢 就是 因为现在是综合之前说过的东西 哈 JP Morgan Chase 这个Morgan 大通的CEO Jamie Diamond 这个之前也是说过的 他是不断出来说 他对美国通胀的 前景的担忧 他上周 应该是我 就是说过的东西的时候 他也有说到 通胀可能 就不像那些人 预期那样消失的 其实 有很多原因 其实他说出来的原因 之前我也说过 美国有太多 获房和基建的支出 还有 Jamie Diamond 他提了一件事 就是说 就是那些绿色能源的支出 就是和 气候变化相关的投资 还有 现在美国有些贸易争端 大家当然知道 和中国也有些贸易争端 还有就是 财政赤字 财政赤字 它是有成本的 就是美国政府去搞国防 就是拿钱去乌克兰 拿钱去以色列 这些是 他的国家的支出 还有 其他基建支出 全部都是 短期之内 会有一个赤字预算 赤字预算 会有一个成本 就是通胀 其实 如果要判断通胀走向 那 其实 你怎样看 其实有些东西 市场是可以给到一些 看市的 举个例子 就是 油价金价 如果高过 就是一个长时间的 中位数的时候 那通胀就会上升 通常是油价 就是已经可以看到这个 还有其他数字可以看到的 失业率 人工 GDP 货币供应量 这些全部都可以预测到 那个通胀的走向 那当然 你一定要知道 要看哪些指标 那 有一个人 叫做 David Branson 他就是 一个 consultant 他那间 预测的consultancy 就叫做 HCWE 他是抓职人 他用的方法 和其他经济学家有些不同 这个 刚才我说的 David Branson 他就有一个 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但是他用的方法 就不是芝加哥学派的人 他用一个很简单的公式 他就是 看油价 和看金价 其实油价真的会影响到通胀 因为其实 这个世界 无论你怎么说也好 你说有其他新能源 那些 但是最影响的 经济 其实都是油价 如果以那些commodities 来说 他们计算的 那条数据 就是David Branson 他计算的那条数据 就算了出来 就是 估计 之后 的通胀 其实 是会 就是 未来 他的估计 在未来一年 美国的通胀 就会大幅上升 他就算了金价 我认为他是算了金价 如果你只是看油价 的话 美国的通胀 就应该会 高一点 但是 就不是大幅上升 因为他现在 这个 他的模型 这个 不是主流经济学家 一定要说 他的模型的 预测 就是 未来一年 美国的通胀 就会大幅上升 那究竟是不是 我是很懷疑 虽然 我不是什么经济学博士 他也是 但是他用的方法 我认为是 计漏了一件事情 现在 那些人团黄金 就不只是一般人团 现在 搞到金价升得这么厉害 其实就是 这个世界上很差的央行 都是买黄金 就是买得最厉害的 就是中国大陆 就是银行 买了很多黄金 这个量 当然 没有公开 就是有些数据 是不会公开给你看的 但是市场 就知道 就是中国人 这个不只是 消费者 包括政府 都是不断买黄金的 这个 就会不会扭曲了 就是他的 Ranson 那个模型 我认为是会的 不过 不过 央行 他买黄金 也可能是 为了对冲 通胀的风险 可能是 倒果为因 还是不知道 所以 唐经一就是 香港通胀的1.1% 是不是造假 如果 你看到数据是1.1% 你平时的生活 是不是升1.1% 你自己有个感觉 你生活的费用 不会只升1.1% 但是 他照样报的 通胀是1.1% 就很奇怪 就是很奇怪 这个 Victor Grant 说 今天YouTube是这样播广告的 如果 太多广告 就不好意思 我也没办法 但是 我提醒大家 这个节目 都是要靠广告商的支持 我也没办法 如果 如果广告也没卖的话 基本上 是很难再做的 好了 Happy Wonder 就说 很多朋友 在世界不同地方 都染了新冠 而且最新的Variant 旧的试剂 就不能测试到 請大家小心身体 保重 和保护自己家人 新的试剂 是否不能测试 根据 我问过人的说法 他就说是测试到的 不过 你测试到的时候 已经有病征了 其实测试到也没什么用 就是 有病征的 最好自己 不要出街 当然 那些人不会听的了 现在 告诉大家 鲍威尔 他 出来说了很多次 其实 他根本上 都是 他说的话 可以判断为 今年是不能 减息的 就是我认为 现在当然 有些人很憧憬 就是今年会减息 我认为 未必 所以 刚才的问题 我就再讲一讲 通胀 百万之1.1 是否造价 我举了个例子 就是 香港通胀的数字 他有没有 一个详细的报告 如何计算出这条数字 他是没有的 但是 美国那边是有的 他里面有些数字 他砌出通胀率 出来的时候 他有些数字 一定是有些问题的 刚才我说的 就是业主等值租金的部分 如果你的楼价是下跌的话 那其实那个业主等值租金 就会拘捕了 那个业主等值租金 来的 理论上是 因为他的估值低了 那他就拘捕了 这个就是业主等值租金 或者可能在香港的就是用 我不知道 因为他那个数字 他就是公布了一个项目的 香港的 那些详细的报告 他是没有放出来的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 因为我试试过去找 但是找不到 那我就没理会了 其实我觉得香港的数字 有很多都不是很符 失业率 这个其实已经很大问题 失业率 其实根本上 跟住在香港的人感受到的 是差很远的 差很远的 其实他最大的问题 那个失业率 就是他统计的方法 这个我已经说过了 就是当你统计的方法 是在那些雇主那里拿文卷的 看看他有多少份工 做了出来 你在雇主那里拿文卷 其实出来的数字 未必是对的 之前我也解释过 其实是 那算了 那 这个 休息一会 不过休息之前 就是 说一下 崔藤敬逸 第一季度大手沽了 500亿美债 其实500亿就不是很多 我也说真的 哈哈 这是没办法的 那算了 多谢大家的支持 那 风继续吹他就说 有什么想法 香港也没有东西是自己生产的 但是 因为美元 其实它是高的 所以香港有些东西 其实 通胀是没有那么高的 就要对比一下 就算大陆的价钱是升 你那个 港元是升了水 有些东西会抵消的 所以你说1.1是否完全造假 我又不认为是 那 风继续吹他 我朋友在找房子 都说租金升了 租金在香港 我之前也说过 在某些区域 它是升了很多 就是某些区域 它之前是升了四成 就是 这个我有说过 但是 你说这个趋势有没有持续 或者会不会扩大 那我不敢说 我真的不敢说 那算了 休息一会儿 回来就讲讲 台湾演练 军演练 休息一会儿 一会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